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日轮视频 好声音和歌手都是知名节目,他们的方向截然不同 却都为歌坛做出不菲的贡献 好声音这两节目他们像所有的歌手平台比较广阔 而歌手的门槛向下来说比较高 节目组主要邀请歌坛的顶囊处,让观众感受他们不俗的实力 今天要说的这位曾经是好声音的冠军,后来出国声噪,最后其他歌手大火 他曾经是好声音黑马杀术称唯一转过冠军 最后他就选择出国声噪,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演唱三首原创歌曲再次走红 娱乐圈牵手勇让的末世名利地位,选择放空自我,成天自我 杨博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歌线的年轻歌手,音乐天赋极高 当时好声音首播,节目总邀请的都是歌坛中响,能当的人物作证 四位实力派导师分别是刘欢,纳英,杨坤,以及于重庆 导师的阵容颇为巧悍,节目播出之后收视率迅速端顶 当时第一期节目制作得特别精良,观众好评如潮水般有来 梁博是这段节目中带上的第一个观景,第一期节目中吴默仇金志文的人后来在歌坛发展得还不错 但是梁博却消失了好几年去深造,回来后他参见了歌手,在舞台上演唱三首原创 往也才意识到他的实力竟然经济到如此高的水平 也是因为梁博把握住歌手的这次机会,是也才再次进入正轨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,好了本期视频在这里呢,我们下次见,拜拜